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评理 快点 起来 转等一下 起来 快点 快点 我问你们 谁还敢逃跑 还有没有人想偷懒 隋文帝两间统一天下 国势日盛 声威日望 开国四年 文帝鉴于关东和关中地区交通不便 于是在渭水以南开辟一条渠道 由首都大兴东南至铜关 载入黄河全长三百余里 名为广通渠 大人 这么多钱 开不开心 开心 广通渠落成之日 就是本官极流勇退之时 谁 大人 有个道士送了一封信来 什么信 混蛋 吞墨凉响草菅人命 王室世出将死于此 大胆 这个道士呢 被这爷感到有可疑 已经把他扣押了 把他带上来 是 大家进来 平道叩见王大人 公祝大人 福珠黄河 寿比华山 日月同 这封信是你写的吗 废爷 废爷 是平道一个朋友交给大人的 其他的事 我是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朋友在哪里 你来了 恰似别找这种事情来玩了 王大人说要让我挨几寸 你不算太高 要弄挨几寸 可不是吗 说完了没有 王大人要赶着向我忏悔罪行吗 混蛋 团官奉皇命都宫造取 有亿万民 不错 皇帝新建广通取是有亿万民 但是你吞没良响 到处拉夫就死有余辜 你 你的事我已经查得清清楚楚 我现在限你十天之内 把吞掉的良响发给工人 另外 要我这样做 除非你是当今的皇上 不一定 还要不要我是当今皇上才能谈 不要了 老孙 好 先送王大人回去吧 好 我还没说完呢 除了把吞没的良响交出来之外 另外再拿二十万两出来 当作是给工人的赔偿 我没有这么多钱 你有 走 历年来你骗了不少了 二十万两不过是你财产的一半 你怎么知道 老孙果然神通广大 这么快就查得这么清楚了 王大人 不要说我不提醒你 不要想用官府的力量来解决这件事情 可透良响也是死罪难免 十天后我在华山等你 希望到时候一切都安排好了 王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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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我父亲当年送给你父亲的御寇 请我来到底什么事 先父的遗言曾经说过了 不错 我看见这个御寇 就会为你做一件事 了结我欠你的情 你说吧 有个人叫求然克 此人狂妄自大 你不要解释了 你想干什么 我想请彭山老人你替我杀了他 你知道我杀人的规矩吗 知道 雷霆一出 能躲得过就不再出手了 不管他躲不躲得过 这个寓寇我要收回 他现在就在 他现在就在 我知道 楚然科 你果然是手心的人 龚山前辈请赐教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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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王爷 晚辈取巧 请彭山老前辈不要见怪 老夫已经尽力了 为了羞取的工人 晚辈只有走一次险招 以后王世冲的事 我不会再管了 请 老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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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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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不是很想吃啊 是 都送给你们了 你真是太野蛮了 吃了我的东西不给钱 还推倒我的东西 这位大爷一定是从外地来的 敢问一生 什么事这么生气 要在当街欺负这位大婶 你说什么啊 说我欺负她 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 我是突厥的使节 你们皇家见了我也要客客气气 何况是你呢 这里有什么最好的韭菜统统给我拿出来 是 马上就来 这位兄台 你玩的是不是叫做投壶 原来你也会 要不要我们来比比看 我的技术这么差 没有人肯跟我玩的 难得这位大爷这么赏脸 小二 给我准备一下 是 光是比赛好像没什么意思啊 我看这样 干脆我们来赌一赌谁做东道 好 如果我输了的话 我请店里所有的人吃一顿 太好了 太好了 好 如果是我输了 这些金业全都是你的 好 一言为定 公子请 成了 各种都在哪里 不想个人 住手 不想个人 他知道 他不想个人 自己拿来 我正在哪里 不想个人 我正在哪里 我只要是 众贯儿做四次赛 看来这局不用再赌了吧 愿赌服输了 谢谢 有赌也不算输 你还敢不敢再给我赌一次 再来 你敢不敢 我生平最怕别人说我不敢 好 再给你赌一次 赌我手上全部的金叶 如果是你输了呢 就请全街的人喝酒 好 老公 口说无凭 在下韩七虎愿做两位的见证人 久仰韩将军的威名 得到韩将军做我们两个人的见证人 那可真是太好了 那就有劳韩将军了 好 请 这位兄太 果然是记忆朝群 在下干拜下风 你这些金叶我也不想赢了 我们就此一杯大家迎合吧 是 这位大爷 你敬我这杯就可以免了 但是你答应过要请全街上的人喝酒 一定要遵守诺言 你说什么呀 我说过再给你比吗 四句呢 你有四句吗 我们只是说说而已 现在口说无凭 是 这位大爷刘布 这位大爷刘布 我曾经说过做你们两位的见证人 我看你也不用伤我们的和气了 韩将军 无凭无据 你怎么能说我输了呢 我们中原人士有一句话叫做一诺千金 我看你还是照我们中原的规矩做好点 我认输了 我请 我请 那个突厥使节狂妄自大 欺压良民 横行霸道 我看是应该惩罚他一下 兄太言之有理 还没有请教阁下高姓大名 哦 原来你早知道我不是韩擒虎 如果韩将军年轻二十年的话 可能会有公子这样的气度不凡 韩将军是在下的舅舅 在下姓李明镜自若思 还没请教啊 哦 见名合租挂职 李兄 如果有空的话 请到设下一句 在下还有点事 不知府上何处 韩舍很容易找的 从这里直走转左走到尽头就是了 李兄 后会有期 请 直走转左到尽头 那不是皇宫吗 难道他是宫廷中人 我会来的 一路 快来 张总管说了 矿场开采的情况很顺利 正如三爷所料 开采出来全都是光明沙 镜面沙 都是好的蛛沙 不愁出路了 三爷 你要不要亲自看看 不需要了 有张总管替我看住 我乐得逍遥 老孙 我们很久没下过棋了 我这次一定要给你下个三天三夜 别的事恐怕我没本事 这个我奉回到底 太好了 老孙 最近有没有刘雄的消息 真的 我已经尽了全力了 但是 算了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就算我今天杀不了他 他始终还是不得善终 启禀三爷 外面 说我三天之内不见客 是陈公子 他说要三爷马上出去见他 岂无此理 又是陈淑明的臭小子 不行 我去叫醒他 老孙 三爷 别说他已经是过期的皇孙了 就算现在是陈朝 他那个糊涂大哥昏君陈淑宝 偏信刘雄的残念 把你爹给杀死 还将你家满门敲斩 你没杀他算是给他面子了 干什么跟他客气 当年那场灭门之祸 如果不是美娘把我藏在他的寝宫 恐怕在下也难逃结束了 美娘因为信任我 才把这个皇帝交给我照顾 我怎么能 他现在吃的你的 穿的也是你的 还不够吗 连那鬼坟墓都是你给他造的 信息一句都没有 还摆臭架子 把你呼之进来 呼之则去 岂有此理 我不教训他不行 这都非去不和 老孙 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前朝的王子 不要太过分了 三爷我知道 我只在挫插的乐器 我还以为谁在这吵吵闹闹 原来是陈武公子 我没空跟你一般见识 快叫三上良出来见我 我们三爷不是什么人都见的 你们什么人都有 说什么自己是皇子王孙 在这招摇撞骗 你敢说我是假冒的 陈朝国习 臭道士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 看看 是真的 还不快点跪下 要跪下的不是我 你这个大胆狗贼 拿着前朝的国习意图造反 是不是 你 我没有冤枉你 这个的的确确是陈朝的国习 证据确凿 你还想抵赖 你到底想怎么样 不想怎么样 我拿着国习跟你一起送到官府去 我看我没有大官做 也该发一笔大财 无耻小人 妈妈 尽管妈 我是无耻的小人 骂完之后 我们一块去官府 你干嘛 要不然这样 你向我下跪 如果你很跪 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妄想 陈公子 我们启程 别走 你肯跪下了 你想要我承受命一条人命 我承取你 大爷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死了之后 你要放过我的家臣 不要啰啰嗦嗦 不想死就说出来 不要在这装模作样 不想死 本来我想你死的 是三爷疼你 老孙 老孙跟你开个玩笑 你何必认真 今天晚上子时 你到我那里去 我有话跟你说 到底 你到底肯不肯帮我 这件事恕我难以从命 身为大臣子民 竟然不知羞耻我 干些做隋朝的顺民 你要我说多少次你才明白 现在老百姓封一族时国泰民安 你要复国根本不可能 我知道 你张家三代受我臣朝恩重 可惜我皇兄听刘雄的残言 才将你家满门抄斩 所以你一直怀恨在心 不肯帮我复国 大战够最重要是恩怨分明 我知道我家的事是你皇兄糊涂 刘雄才是罪魁祸首 好 你跟我皇兄的恩怨 但我们不要再说了 你信张家今天副驾一方 全民那个贱人给你那张朱砂矿地图 你 你知不知道 那张地图是属于我们大臣的 那个贱人竟敢跟你私通 他有杨江这个老淫贼还不够 居然收藏你做肉木之兵 剑之无耻人 我不准你误了他 我跟你皇家一直是一礼相待的 这个贱人为了贪图富贵 居然不知羞耻 刚先嫁给阳间那个狗还去做臣妾 他没有资格做我的皇姐 陈说明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 如果当日不是你皇姐在阳间面前求情 你早就家库人王今天死在牢里了 你为自己还有机会在这里大师说话吗 我切死 我也不要他救我 救我只不过是借口 他自己贪生怕死 贪图富贵才是真的 好 你说你不怕死了 你现在到街上去大声叫句你是陈淑明 看看你还有没有命 陈淑明 你皇姐叫我做这座假坟是为了保全你这条命 以免隋朝的殷犬再找你的麻烦 是为你甘心做妾 受尽亲夫所指 而你居然还叫他贱人 是不是我肯贱他 你就帮我复国呢 你怎么还不明白 就算我眼看着你去送死了 你皇姐他也会 好了 不要再说 什么将门之后 全都是贪生怕死之徒 你就是不肯帮我 我臣说明也有办法可以复国的 启禀夫人 皇上驾到 臣妾叩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让朕看看 半个月不近 你又瘦了很多 媚娘 如果不是都姑皇后善妒成性 你早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喧华夫人了 这几年来 真是委屈你了 其实这里也跟皇宫一样 还不需要这么多的礼节 臣妾还乐得逍遥呢 媚娘 你放心吧 等到适当的时机 朕一定接你进宫的 嗯 朕要回宫了 你要小心身体 多加保重 知道吗 臣妾知道了 嗯 三郎 你进来吧 好 公主 南朝旧事何堪再提 你以后还是叫我美娘吧 看来当今皇上对你不错 皇上的确对我如珠如宝 难道你真的一点不恨他 得失成败全是天意 改朝换代也都是顺天应鸣之事 况且皇上的确是一位贤君 治理天下井井有条 美娘又何来有恨呢 如果五王子能像你这样想 就不会搞出这么多事了 淑明还是整天在想着复国的事吗 嗯 他真傻 现在天下太平 他还整天想着从前的事 他真是使我寝食难安 公主请放心 你我三郎在这儿一定不会让他乱来的 三郎 虽然淑明对我恨之入骨 但是始终还是我最亲的人 三郎可以对天发誓 就是粉身碎骨 也要保护五王子的安全 哎 公主 美娘无以为报 我就每天烧香念佛 希望你福寿双全 娶个如花美眷 程晓金这个人性侵刚之 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 你踩这么大爷还不赶快认罪 你还恶人一切高壮 你踩了我的脚 要打架老程随之奉陪 来 程晓金 你干什么 打架 打架 你问过我没有 打架也要问你呀 你快走 打架 打架 算了 程晓金 谁让我抓你吃衙门饭呢 这个主意行不通了 喂 刚才我打架架很大的罪 应该坐牢啊 你抓我吧 为什么不抓我呀 我三天三夜没吃饭了 你抓我吧 请你抓我呀老兄啊 你瞎眼了 我这么大块你看不见的 程晓金 走 救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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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体供 seems seperti maga 我可以打架了 一 si 我抓我 不要揶回 Islamic 你快点 两位金简琴穹果然名不虚传 各下师 这里说话不方便 请跟我来 请不吝点 摊殿殿下 请出小人屋里 请起 客官 这边坐 请 对了 听闻贵国有个拿达木大会 刚刚才开始 不知道有多热闹 客官远道而来 是不是想看看拿达木大会开开眼界 是 不知道这个大会在哪举行 很近的 客官吃饱了以后小人带你去 好极了 对了 我还想要一间客房 客官真是很幸运 刚刚有一间房子腾出来了 那真是太好了 帮我准备一下 我要住进去 但是这位客官先问的 男儿应该是以四海为家 何况我看这位客官 也不会跟一个女流之辈 争一间客房吧 对不起 客官 没关系 我的事不让你管 要不是你做事的话 我早就杀那个大汉了 你有本事杀那个大汉吗 请你用用脑子 再这么下去 十个陈淑敏也不够死 我知道你怎么想 你因为杀了大汉 就能够使得两国交战 于是你就可以趁机起义 这是没用的 你凭什么起义 这样下去只会搞得天下大乱 生灵涂炭 大丈夫陈大业 当然有所牺牲了 牺牲? 你凭什么要害得百姓陪你牺牲 你死是你的事 便要害其他的人 我不管那么多 你被像一条狗似的老跟着我 站住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 你是我什么人 你 要不是受你皇亲所托 我早就把你一刀皮成两万 免得气死人 你别拿那个贱人做借口 有本事的话 你马上杀了我 你不跟我回中原 我就马上杀了你 那你就杀我 这就是刑事大汉的刺客 别让他跑了 快跑 还想跑 你再等着我 那个人跑掉了 你去后果由你负责 你不是想告诉我说 他才真的是刺客吧 他 如果是的话 可以说出来吗 我跟他一起抓他 就算我真的是刺客 你有本事抓到我吗 竟敢派人行刺本皇 他们根本没把我们突厥放在眼里 只要我一死 突厥群龙无少 他们回军北上 那好 我就回军南下 父王 不要 难道我们突厥害怕他们 父王 我看这件事情 不是他们太子所为 就算是 我们也没有真凭实据 贸然这么出兵 会招人笑话 说我们是满意之邦 这件事要查到数据实出 在还没有查出真相之前 我们不能够轻举妄动 这样有伤两国的和气 罗汉就先派刘先生 查清楚这件事情 是 小人愿笑全把之劳 好 本皇暂时忍住这口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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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 还可以 好 好 来 下二个 下二个吧 你笑什么 姑娘 走吧 没有用的 你要说什么 没什么 我替你划不来 你长得这么漂亮 干嘛为个男人那么痴情呢 你到底想说什么 不是 男人要变起心来就没有救了 何况你还从中原追到这里来 姑娘 来 行吧 姑娘 来 行吧 是 姑娘 来 行吧 真巧 你先洗澡 在大热天最好洗个澡 香浅不如偶遇 一起来吧 你说什么 你 说什么 洗澡 不一起 那我先洗了 不好意思 你不要乱来 你 有意思 陈树铭快醒了 他吃我的软骨离魂伞 暂时没有力气就是生非 老孙 你马上跟我把陈树铭押回中原去 记住 路上千万不要让他跑掉了 三爷 你放心 他碰上我老孙 耍不出什么花样 路上小谢 好 我走了 在下离境 久仰秋然客大名 特来拜会 李兄 请 请 请 不知道李兄这次来 有什么指教 实不相瞒 在下这次来 事有事相求 大随二王子阳光 你是刘雄 不错 想不到二王子会认识在下 你乔装混入突厥境内 一定和那个刺客有关系 这次我看 不管你怎么说 也是脱不了关系了 你笑什么 我笑你 实在是太抬举小王了 小王只会点花裙绣腿 试问怎么能够担此重任 刘先生 你也太严重了吧 我问你 你乔装到突厥 居心何在 久闻刘雄 武功超着文武全才 小王早想解释你 我也知道 你是中原人士 中原一片繁华 纸醉金迷 相信不用小王多说 你也应该很了解了 以你的才智 留在突厥实在太委屈你了 大汉对我恩宠有加 言听计从 我绝对不会背弃他的 你不用花言巧语了 你真的敢现在这荒漠草原 埋没一声吗 大汉对我有知与之恩 大汉对你有恩 也就是说你这辈子不能在大汉面前抬起头来做人 如果你今天跟小王回中原 祝小王一臂之力 事成之后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小王我求财若可 我不愿千里迢迢从大汉来找你 希望先生能够当机立断 正好辅助小王成大功立大业 等事成之后 家官禁决封地为王 还少得了你那份吗 请恕小人无礼 小人愿意追随二王子 任凭二王子拆解 你不要了不起 我知道你最爱多管闲事了 求然可 你逃不过本姑娘的眼睛 我张三郎何德何能 有劳姑娘查根问底 是你 这不公平 姑娘你知道在下是求然课 没请教姑娘高姓大名 你想知道吗 看你没本事 在下也是一片好意 姑娘何须这么绝情 好 好 天下控制掌上 障碍全部退让 星败只差一线 雅火褪美谁愿相让 到处是生命不关冲 成败决定战场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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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